众所周知,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,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进步。 就比如说在军队中,人们将越来越多的黑科技应用,到了武器装备上,使得这些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杀伤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子弹出膛时候的速度是接近压音速的,在这么快低速度下,击中敌人可能只需要两三秒的时间,因为在子弹出膛之后,他是依靠枪械提供给他的动力来飞行的。 只要出膛了,那么就会受到阻力和重力的影响,这就导致了子弹飞行时间不可能太长。 那么世界上子弹飞行的时间最长的是多少呢?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10秒钟。 这是在前一段时间,一名加拿大的狙击手,使用TAC-50狙击步枪打出来的记录。 更加惊人的就是,这颗子弹飞行了3540米的距离之后,最终击杀了敌人,而这也创造了最新的世界狙击记录。 其实在这么远的狙杀距离当中,狙击镜能提供的作用已经非常小了,因为子弹在击中目标的过程当中,至少要经过三道横峰的阻碍。 所以这最远的狙杀记录也是实力与运气的结果吧。 这个数据也是至今没人能超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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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